你說隔天的體分手 而且他就很默默的 就是上車之後就這樣子 我要跟你分手 蛤 就分手 我覺得很OK 這樣分手 你要分啊 不是 只是說 而且我速度沒有很快 我就好玩怕 然後他就很誇張 就是 嚓就飛到前面地上去 他沒有準備好 要跟你玩這個啊 因為有些玩笑會笑不出來耶 最後 對 有些像我還有 因為我高中很愛整別人 所以學校裡整人那些出意外 都是這樣子 我覺得高中生整人真的會 會出事 會出事 我們以前玩那個 有一個同學上課很愛 他就很愛撩杯啊 我們就會整他 然後每一次就會放一些什麼 青蛙啊 什麼壁虎在他鉛筆盒裡面 然後有一天大家心血來潮 就放了一個東西在他鉛筆盒 然後上課的時候找窒息喔 他一來 他就坐在最前面 他就要翻他鉛筆盒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看他的背影 他的背影大概就是 他的背影就是這樣子 看他翻鉛筆盒就這樣抖一下 然後我們就有人把大便放在他鉛筆盒裡面 我說人類的大便嗎 對 然後他講說誰把大便放在我鉛筆盒裡面 然後結果一同一就舉手 就舉手 他說是你為什麼要大便放在我鉛筆盒裡面 他說不是 不是我放在鉛筆盒 他說那你幹嘛舉手 那個真的很over 你說像一條鋪在裡面喔 就是他就直接拉出來之後 我們就拉出來之後拿那個筷子就夾 就往他鉛筆盒丟 然後拉起來 那你們在策劃這個的時候也滿噁的耶 就無聊 就是要整他 然後那個同學就是後來心情 心理上面就有一些狀況這樣 可是我覺得 對啦 我們的錯啦 如果我把那個放在你便當裡面 跟你玩的 便當 你會覺得好玩嗎 我不會被你嚇到啊 誰放大便在我便當裡面 可是我一定會找回這個公司 好 他們整過藝人 安靜燦整過陳喬恩 對 曹格 對 全部都是為了過生日 對 都是過生日 過生日到底為什麼要整壽星 可是因為都沒有爆點啊 可是都不慌而散不是嗎 對 就是因為每次生日都 他都是唱歌 然後喝酒 就沒有爆點 對 然後就我跟阿丹就有一次 假嗨 你們人格都有問題啊 也沒有到假嗨 就是有一點到後來有一點像 淡掉的 對 然後我就跟阿丹就想說 不要每次過生日都只是這樣 很無聊 然後我們就唱歌 有一次就想好就是說 曹格的生意 然後我跟阿丹要假裝吵架 就大吵那種喔 然後我們就兩個就這樣 你幹嘛唱我的歌什麼 你唱那麼難聽什麼什麼 就真的吵起來 然後我還摔公杯喔 然後想說曹格應該會出來制止 結果他好像稍微有多喝了一點點 他就把酒瓶拿下來砸說 我生日裡面擦什麼東西 然後就 大家就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假裝生氣走掉好了 然後我就生氣走掉 趕快去外面把蛋糕推進來 然後下跪 等於說他比你們還激烈 對 這是沒有預料到的 就是整到我們自己 有一些人會這樣以暴自暴 我覺得今天你見過紹興以後 應該怎麼樣都不敢惹他吧 我不會惹他 我不會 因為重點是根本整不到他啊 整不到紹興 所以你應該很 我也被整過 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在睡覺的時候 剛好上 那時候在書法課 他就 他在寫寫書法 他跑過來就點弄我一下 拿個毛筆我臉上點 我最討厭要弄我臉 真的啊 誰不討厭 他就拿個毛筆像這樣 然後我好勇敢 你也好勇敢喔 你真的敢演的 女的很難 女的啊 女的 女生喔 他還是音樂科的喔 沒有氣質 他跑過來跟我示好嘛 先弄一下 想要跟你玩樂 弄一下 來 結果 怎麼這樣啊 怎麼這樣啊 我找到熊獅墨水一罐 跑到他旁邊去 咦 哇塞 就這樣 然後出來整個是黑的 全身 從頭上到嗎 從頭到尾 直接往頭上這樣倒 整罐熊獅 整罐到他身上 全部黑的 好狠喔 他愛你耶 你這樣不是搞僵了嗎 搞僵了 完全僵掉 你為什麼要這樣 好誇張這個事情 真的很誇張 全班嚇一跳 整個人 那是整身黑的喔 所以你 莎馨 你這故事沒有講到你被整 你還是在整 他整我啊 他先整我的啊 可是你那麼愛整人 你為什麼被整的尺度那麼少 他就是 他只是調情啊 他就是 就是我拿捏的尺度沒有很好 他以為你們兩個會拿毛筆這樣 欸 欸 欸 就這樣點了點去 沒有 我是整罐我要把它倒下去 然後整個黑的 然後你到訓 後來到訓導書報到 他媽媽也來了嘛 他媽媽看她是整個都黑的 情緒又來了 他媽媽笑出來啊 他吵他媽媽對我 他媽媽還說 女兒 你去海邊衝浪啊 怎麼這樣呢 我覺得那個是永生難忘 真的是 亂對不起她 可是你沒有被整啊 所以你這是開不起玩笑的 我被點啊 我也被點到啊 你被點一下算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把它放大嘛 就這樣 以前就是藉此機會把它放大 我剛剛給你整便你有被整便 算了 什麼 審得出事 是你整人心遊戲公婆要小心啊 然後我就偷偷 躲到他的床底下 所以你沒有被整啊 所以你這是開不起玩笑的 我被點啊 我也被點到啊 你被點一下算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把它放大嘛 就這樣 以前就是藉此機會把它放大 我剛剛給你整便 你有被整便 對 審得出事 我很害怕 好 陳喬恩呢 那個怎麼了 陳喬恩就是也是一樣的戲嘛 這好尷尬喔 對 因為那個 曹格那件事之後 我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當下很害怕 很有趣 當下很害怕 可是你回想就覺得 這個生日有比較不一樣 有記憶點 對 有記憶點 然後就是大家感情會變比較好 所以陳喬恩那一次也是 我跟阿丹兩個吵架 然後我們兩個也是就是大 反正就是一開始都是因為歌啊 或者是嗆 比如說我嗆他的走音什麼的 然後就說不然你唱啊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嗆... 嗆超兇的 我們兩個也超兇的 然後陳喬恩就大哭 就是一直大哭... 我就說我生日你們不要吵 就不要吵 然後一直哭... 哭超久的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把蛋糕推進來 因為我出去把蛋糕推進來 推進來以後他根本笑不出來 他哭了一整晚 然後哭到大概... 哭了一整晚到我們要唱完的時候 他就默默拿著包包還在哭 然後就走 那整個Party的Ending是他在哭 就是一直哭啊 然後之後大概有一個禮拜 他都沒有打給我們 成功在哪裡啊 可是這樣有儀繼續下去嗎 就是有 後來就是我那個禮拜 其實我有打了幾通電話 給他道歉 但是他就是非常冷淡 就是那種覺得 就是我生日 然後你們就是害我哭成症 那現在化解了嗎 現在化解了 所以我們之後 再也不敢玩這種症 可是應該他也不願意 再約你們過生日了吧 可以過生日 但不可以玩真的 可是我跟妳講 等到你老了 你再回憶陳小燕的生日派對 你就會覺得說 當時他哭了什麼的 對 就是一個好玩的 跟子孫講起來 是很熱鬧的故事 對 所以你之後一個禮拜會尷尬 可是你知道 長遠看來是好事 幹嘛要等到自己快掛的時候 才覺得好笑 就是一個堅定的友誼的表現 對 就像你將來回溯 就會像紹興一樣 就進入那個狀態 就青春燃燒那個... 是 熱血 對 因為年紀大了就玩不動了 真的 OK Junior整張克帆也是為了這個嗎 我打電話給克帆哥 我就說 克帆哥 晚上要吃飯 我這邊約了六個妹耶 很棒喔 然後克帆哥就 好啊... 等一下小鐘也跟我約了吃飯啊 因為他跟小鐘先約吃飯 我說等一下小鐘也跟我約吃飯 一起來我就說 蛤 小鐘哥喔 好啦 那沒關係 你們兩個去玩 去吃就好 他就說你怎麼了 你幹嘛啊 我說沒有 就... 我跟小鐘哥最近就是 上次的事情就有一點不開心 這樣子 他就說 那... 你那邊有幾個人 我說沒有 就我還有六個妹啊 然後克帆哥就... 停一下就說 嗯... 好啦...沒關係 那你先過來吃好了 你先過來吃 對 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然後我一掛掉的時候 小鐘哥就立刻打電話給克帆哥 然後小鐘哥打電話給克帆哥 就說 欸 克帆啊你們已經到餐廳了 我馬上過去喔 然後克帆哥就說 不是啦 小鐘我們已經快吃飽了 你不用過來了 他直接就捨棄 因為有六個妹 他餵六個妹就跟小鐘取消 然後後來 我們兩個就同時都到了餐廳 一到餐廳 你跟小鐘 對 我跟小鐘哥就同時到了餐廳 也沒有妹都沒有 我們兩個到餐廳 克帆哥看到我們就這樣 就那六個妹是騙我的囉 他的重點是他 六個妹是騙他的 不在乎你們整了他 不在乎我們他的重點是 那六個妹是真的還假的 重點在這裡 就如果六個妹真的也就罷了 他也就罷了 只有六個妹也沒有 對 他很細是沒有六個妹 然後還整到他 所以小鐘跟剛才來友誼 就是很脆弱啊 就是建立在這些上面嗎 是沒有